再来 不服 哥哥 我从小雕像里发现了宝藏 什么宝藏 这是红胜公司 苟街新城公司 调邦那批获得证据 什么调邦 什么证据 你妈生前拿到了证据 她没有理由自杀 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有重要的事要办 你好好在家待着 你好好 你是有一个颈料 吗 你过后 你夹了 你说这些只要去哪儿 你夹了 我好意思 我手就不定 我手握住 你夹了我 你朕饱了我 你看我 我是不是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我有比你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没时间的利益 叔叔 今天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希望您给我们几分钟 进一步说话 你怎么也跟着他一起胡闹 我要见重要客户 不能耽误时间了 什么客户 比我妈更重要吗 你说什么呢 给 这是在哪儿发现的 在这个小雕下落 那我们今天还去见马董吗 你说呢 那我们现在去 警察局 张警官 今天又来麻烦您了 吴先生 您夫人的交通事故录像 不是看过很多遍了吗 那个地方是监控死角 我是要看他出事之前的 行车轨迹 好 apologize 有一点 这是谁留下的 不清楚 我刚刚出去给大郎喂食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这封信就已经在这了 那下午家里谁来过 对 您妹妹来过 当时您不在 然后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她走了多久了 个把钟头了吧 好 吴比 妈妈对不起你 你要和爸爸好好生活下去 我有洪生集团造假的证据 带着一百万先进到白隔桥 不要不要用自己的卡取钱 不要和任何人说 故事不后 这是她两次经过这个路口的记录 也就是说莫总出事当天 她出了城之后又折返 那她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办 否则不可能这样 她经过同一个地点 这也证明这件事情 要么是交通事故 要么是谋杀 不存在自杀的可能性 不存在 张总 我刚查到中处的账户里 多了一笔钱 这小子 恐怕纤密了 他人呢 你联系上了吗 联系不上了 吴正豪那边 你派人盯了吗 盯着呢 他一直在公司 没出去 倒是他媳妇 今天莫名其妙地出了城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办了 除非 不行 这个东西 这么钻制太不安全了 万一出点事 怎么办呀 想听你 你要吗 父亲 半警官 今晚麻烦你了 您客气了 这个案子 我一定会负责到提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肇事刺激 他的刑期还没满 对吧 是的 他当时肇事逃云 明年刑期才满 联系律师 好的 我知道的 别想了 睡吧 苏玉 我害怕 别怕 有我呢 我来接 吴秉 你爸爸可以给你一个交代了 我来看看 你太好了 你不要紧打暗 我来看看 谢谢你 你去抢 你去抢